上面答案找不出来 其实上面都应该会有 包含就是说什么 他希望利用那个城市内提供的数据帮我做输入 里面大概要做出哪一些动作 基本上的话 输出全部学生的成绩 然后那个标题设为科目名称 然后列标题为每个人的名字等等 再来就输出什么 后两位学生的所有成绩 就是最后两位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需要知道 在Data Frame里面有个属性 叫Tail刮虎 Tail就尾巴 然后两个Tail刮虎二就好了 就这样子 OK 我觉得考虑有点简单 那排序的话呢一样 你可以用它里面一个Source排序吧 Source给它排序到底要递增 还是要递减 设定好就好了 而且它也不是要全部打出来 就填空题把你要的那个Keyword 所以它可能是希望说 假设你已经大概有Sense 只是说那个Keyword没有 那你要把它填上去就OK了 然后并且列出小黄 这个小黄是在里面的某一个学生的名字 不是就是外面那个小黄没关系 OK 所以我刚开始看到那个小黄 这是什么小黄 然后并将它的成绩改为80分 那个小黄 其实就所有成绩在这里 这边有个小灵 小黄 小陈 小美 小黄是指这个 这个 然后它的英文成绩是在 1 2 3 本来56分 要把它改成80分 OK 所以这个大概考试 所以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要列出所有人的名字 也说要把这些资料怎么样 把它建在那个用Pandas 然后放在它的那个Data Data Frame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个要怎么把它Data Frame做出来 第二个就后两位 也就是这个成绩里面的 最后这两个Print出来 所以Print出来 它会把上面的那个栏位名称列出来之外 也会把后面这两个列出来 OK 所以是小陈小美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按照自然这一颗 所以你要必须知道说 在那个Data Frame里面的那个自然这一个栏位 要让它递减排序 该怎么做 最后的话就是更改那个小黄的成绩 所以小黄成绩要列出来之外 也要把他的学生成绩 就是英文成绩变更 把它列出来 所以总共就是试题 当然未来 其实也不是要你全部把试试打出来 如果考试的话 不过你一般练习最好能够从头打到尾是最好的 首先第一件事我们要把这些成绩怎么样都放进去 那这个成绩部分的话 首先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料放进去 那第一个呢 如果你们将来再操作那个 所以待会也许请各位再见一个就是301的一个 module 首先的话一样是input 这个pandas 我们把它别名取作叫pd 那特别注意你如果要建一个那个data frame的话 首先第一个你需要有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请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来了 就是这个上面这边叫做colons 上面东西叫colons colons顾名是这样蓝 蓝应该叫什么蓝的名称吧colons OK 第一个上面东西叫colons 那左边这些有没有小零 小一直到小美 这个叫index index其实就有点像什么 它的key 或者叫做它的索引值 之类的 反正上面就是蓝 左边就是它的这个index 那里面这些就是它的data 所以如果你要产生一个这个data frame的话 基本上需要有三部分资料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 这个是第三个 OK 然后呢 特别注意 那中间这一块 记得要用的是所谓的二维阵列 二维串列 什么叫二维串列 之前我们用那个什么data base里面 excuse many 同学好像对这部分反而觉得最困难 有没有 那excuse many 必须要提供给它的就是二维串列 就是在串列里面有没有 要再放好多个串列 那就是指这个东西了 OK 所以如果你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之后的话 那就可以产生一个所谓的data frame 然后来看一下 所以第一步 我们先产生什么 这三个资料就在上面这 第一个的话呢 产生一个串列 特别就是这个串列 就是在串列里面有没有 再放串列 那这个就是什么 第一列资料 这个就是第二列资料 第三列资料 第四列资料 OK 那将来它放的话 75、62 基本上的话就是75、62 一直到60 有没有 先放第一个 放第二个 放第四个 所以总共会有四个串列 放在一个大的串列里面 OK 所以这应该要记得 这个 如果你将来要放在那个什么data frame 第一个要准备这个 第二个的话 这个index或column 这顺序其实可以颠倒没有关系 再来就是column column的话就是上面栏位名称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index 最后的话呢 你就是利用那个pd pd的话 在pandas 里面有一个这个方法 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话呢 就是data frame 然后把我们需要给的资料 分别一个萝卜 一个坑的放进去 先放data 再放column 再放index OK 最后的话会产生一个data frame的物件 也许取名叫df吧 通常叫df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要怎么做 刚刚题目要我们做的四件事 第一个 列出所有资料 那很简单 如果你要列出所有资料 直接怎么样 就直接做我们逐一来看 就是print什么 df就好了 所以把dfprint出来看看 OK 里面长什么样子呢 print它 有没有发现 它print出来 就自动帮我把column放上面 把index放左边 然后呢 它的data就放中间 中间呢 它用空白帮我做分割 不是逗点 这个地方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类似 其实它有点像四算表 但是中间分割符号 就不是用 之前像csv用data 那第二个如果说我要输出的是 后两位就好了 中间这两个 前面两个不要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的 很简单 直接在底下 我们就print什么 这边就要 后两位的成绩 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df点什么 后面加一个tail 尾巴嘛 tailn的话呢 就是给多少 给两个就可以了 tail2就可以了 ok 尾巴两个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那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它就帮我怎样 把那个后面两个抓出来 就是那个小程跟小美 ok 帮我把它输出 前几个就没有了 所以你假如说 如果你要抓取某范围资料的话 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当然它也可以抓前面的 也可以抓后面的 属性不一样 那至于用哪个属性 后面我们会再提到 我帮各位做整理 其实在哪边可以找得到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基本上呢 我有把它整理到 这个pandas里面的底下这边 有一个data frame的完整官方说明 其实data frame能做的事情 全部都在这里 只是说它没有中文版的 这是说明书 当然我把那个最重要的一些 把它列在这边 其中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 比如说 刚刚有用tale tale就是 那如果你要开头两个呢 很简单 head就好 ok 所以它考试不考 那个开头 所以如果将来你想要 找的是前面两个 前面两个应该是小铃跟小黄 那你就怎样 head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前面两个会不会改成什么 改成小铃跟小黄 有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拿头的话 就是head 拿几个 ok 然后tale就是我们后面几个 不过考试是 那个tale 你就用tale 你不要没事 考试的时候把它改 然后或者加一些 没有加分就算 可能会扣分 那再来的话 按照哪一栏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按照 那个自然这一栏 帮我做什么 它题目是说 要递减哦 特别注意哦 预设是递增 越来越多A到Z嘛 可是如果你要递减的话 就递到A 那怎么去递减 很简单 其实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我们的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DF里面 它有一个方法叫Source of Values OK Source of Values 后面呢 你只要带两个参数给它就好 第一个参数就是哪一栏 OK 特别是栏的名称 记得要跟这个上面的蓝的名称要一致哦 自然 所以我就by等于这个自然 后面的话呢 我要递增跟递减 你就是在这个asc asc就是递增 预设 ending ascending等于 如果你为true的时候 那就是表示我是递增 就是A到Z 那如果你是false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递减 越来力道A啦 那当然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false 其实你打0也可以 0的话就false 1的话就true OK 那这边其实我打false好了 如果你要改你自己改改看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这个自然的这一栏 也就是上面这边先把它怎么样 重新sort过 然后你再把它 列出自然这一栏 所以把它printed给各位看一下 最后出来的话 理论上就是什么 按照先排序之后 再把自然的这一栏 帮我挑出来 自然这一栏 在73 一直到74 那因为你输出的时候 特别是如果你输出自然 前面还是会帮你把index 列出来 不然的话如果你只有列出自然这一栏 那会看不懂到底是谁的成绩 OK 所以你会发现排序自动就OK的 那最后的话 第四个动作它是什么 变更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变更data frame里面的资料的话 要该怎么变更 特别注意 你可以利用什么 在那个data frame里面物件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LOC LOC 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我里面看要 它那个LOC 它英文名字叫什么local 也就是说在那个里面的local 就是内部资料 在哪一个 所以你可能要跟他讲说 我要是小黄 所以他会按照index是小黄 然后找到英文 所以基本上 他这个有点像是哪一个index哪一列 然后哪一个栏 当然就会找到什么 找到某一个栏 也就是找到某一个栏之后 后面等于 你就把它给他一个新的资料 他就会把本来56 用80给概括 有点像update 在资料库里面不是我们一个修改 那这个有点像update的 LOC 给他一个位置 直接带一个新的资料 他就把那个资料给盖过去了 OK 那盖过去之后的话 那当然我们最后 就把那个成绩给列出来就可以了 那就把那个 另外最下面是把小黄的所有成绩 所有成绩的话 你给他一个冒号 就给你表示说 所有的栏 所有的那个资料都帮我列出来 OK 那把它执行一下 所以你最后会发现说 我update之后的结果 英文是80分 80分最后你会发现小黄的成绩 利用底下这个 就是dflocal 这个loc 刮胡 我就把小黄的所有成绩都帮我列出来 OK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这个301 顺便了解一下就是那个用pandas如何去这个第一个如何建立一个data frame 特别说data frame一定会有三个东西 但是理论上如果你给他的资料 你给data 给column 如果没有给index的话 那index它会自动帮你加 自动帮你编号 OK 所以这一题如果假如说你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index不给他的话 基本上它会自动帮你编号 0 当然编号从0开始 OK 所以这个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这个data frame的一个基本架构 OK 这个data frame将来可以跟像我们刚刚的那个绘图做串联 也可以跟资料库串联 也可以跟Excel做串联 它有点像是一个虚拟的一个表 一个四算表 那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动作 那刚刚主要就是说如何把资料放在data frame 如何取得前面的两 后面两个人的资料 两列资料 其实就是两笔为可 尾巴的tail2 如果你要开头就head2 那另外的话就是排序 排序的话我想这个概念跟资料库好像有雷同 然后跟那个在Excel里面的那个什么排序也雷同 因为那个A到Z实际上就递增 递增嘛 递增的话其实就true啦 你打1也可以 那Aasc Ending等于false的话递减越来越多 OK 那排完序之后的话 一样把资料 假设我排完序之后把自然给带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利用这个地方可以把那个什么 就是 DF 把这个资料Source完之后的资料 再重新丢回来一个叫 DF1 也就是这个Source完的结果 它又丢到另外一个Data frame里面 然后把这个地方再把排完序之后的那个 就是自然的这个栏位带出来 所以最后只会带自然 OK 这个可能要看一下 当然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不要按照自然 你按照其他颗看看 OK 那最后底下 所以如果排完序之后要带某一栏 某一栏就是这样的叙述 另外的话要修改资料的话 你可以哪一列哪一栏哪一个index的哪一个column 哪一列的哪一个column 另外我记得好像如果你不给名称的话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什么 用数字 比如说哪一列 这个也许可以试试看 哪一列的哪一栏 它里面的资料变成什么 就把后面的80分放进去 然后最后再把小黄的所有资料列出来 那小黄的资料怎么样全部列 就是你loc有没有 利用loc这个function去带出什么 带出小黄的所有资料 特别说所有资料就冒号 OK 所有的资料 也就是小黄 它那个冒号 你前面如果是哪一笔到哪一笔 你前后都可以开头跟结束 你可以再加数字上去 可以再让它去产生就是你要的那个 如果没有你加一个冒号 就表示这个小黄的所有资料都帮我 都帮我把它这个列出来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301这一题算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 这个data frame 那后面我们会带各位就是说 因为现在那个data跟column跟index都是上面已经有的 那如果说我将来是外部读取 比如说我一个csv档 那其实直接可以从csv档 直接就把资料怎么样 就丢到data frame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要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外部资料读取到 这边的话该怎么做 OK 嗯 嗯 嗯